那台湾附近风场也有以这个吹偏冬风的环境为主 那一直到礼拜天都是类似一个天气 所以基本上天气上大致都是比较稳定的 那至于温度上来讲的话 由于这个东北风减弱 所以尤其是北台湾的高温都会明显回升 那其实基本上这几天的一个高温 大致上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 那甚至在中南部地区可以来到33、34度的高温 那至于低温的部分的话 各地都差不多是24到26度 所以尤其是西班部地区的温差上来讲会是比较大的 从温馨云图上来看 台湾上空几乎没有云系 预计整个中秋连假都会是这样晴朗高温的好天气 要提醒早出晚归的民众日夜温差大 要记得多戴一件薄外套 不过好天气只维持到下周一 上半日开始会有另一波东北风再次南下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雨 午后中部山区也要注意 雷阵雨情形这是下周一 天气会有些变化 被誉为终结疫情